甜鸭洗脑,雅虎拍卖贩售中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办法依关税法,以下简称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免税商店之设置及管理,依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三条,免税商店分下列二种 一,机场,港口免税商店设在国际机场,港口管制区内,经海关核准者,并得在市区内设置预售中心 二,市区免税商店设在国际机场或港口邻近之都市区内,或经海关核准之区域内 第四条,机场,港口免税商店,以对持有护照或旅行证件之出境,过境及入境旅客销货为限 第五条,机场,港口免税商店之市区域售中心及市区免税商店出售之货物,由购货人于出境时,向机场或港口提货处提货,监管海关得随时派员查核 第六条,免税商店得出售外国商品及保税仓库,物流中心,保税工厂,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自由贸易港区及科税区之产品,并应公开标价不得二价 免税商店不得禁除及销售非署经纪布公告准许输入之大陆地区物品 第七条,机场,港口免税商店收取货款,应以新台币以外之货币为原则 但得在每人不超过中央银行公告之息带新台币出入台湾地区限额内,兼收新台币 机场,港口免税商店之市区预售中心及市区免税商店销货之货款,得以新台币或新台币以外之货币收取 但销货之货币,但销货之货币以新台币为限 第八条,免税商店销售货物与出境或过境旅客,其免税犯唯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关税部分 一本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免征关税 二,货物税部分 一,货物税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免征货物税 三,营业税部分 一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其税率为零 四,烟酒税部分 一,烟酒税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免征烟酒税 五,烟品健康福利捐部分 一,烟酒税法第22条之一准用铜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免征烟品健康福利捐 免税商店销售货物与入境旅客,是同入境旅客自国外采购 携带入境,四入境通关时,一入境旅客 携带行李物品报验税放办法办理,超过免税限额部分,应依法缴纳关税,货物税,烟酒税,烟品健康福利捐集营业税 第二章,设置 第九条,申请核准登记为免税商店者,应具有下列条件,并依第十条规定向免税商店所在地海关提出申请 一,依公司法登记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时收资本额在新台币5000万元以上 二,专营销售旅客商品 三,领友海关核发之同一法人自用保税仓库执照 四,具有以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处理货物通关,账物处理及货物控管等有关业物质设备及能力,将货物移仓,销售,领用,退货及提货等资料,以逐笔之方式传输至关港帽单一窗口电脑系统 五,设置便利监管海关办公之室当设备及场所 但因地理环境特殊,经海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六,建筑应兼顾,具有防火,照明或其他确保货物安全之设备 七,免税商店应于出入口设置效能良好,具备提供海关随时调阅查核功能,24小时连续录影及存档30日以上之间是系统 申请核准登记免税商店并同时申请设置预售中心及其提货出者,由免税商店所在地海关依前项第三款至第七款规定审核 以核准登记之免税商店,申请增设预售中心或提货出者,一同 前项提货处属临时性设置者,应先经机场或港口主管机关核准同意后,由免税商店业者向临时提货处辖区区海关提出申请,经海关审核符合第一项第四款规定后,复之免税商店所在地海关 第十条,申请设置免税商店者,应检据下列文件,向免税商店所在地海关申请核准登记 1.申请书 应载名公司名称,公司统一编号,所在地,负责人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及免税商店位置图 2.免税商店建筑物质使用权证明文件与其影本及设立位置图,机场,港口免税商店申请设置预售中心者,应令检据预售中心建筑物质使用权证明文件及其影本 3.机场,港口免税商店应检负机场或港口主管机关核准文件及其影本 4.机场,港口免税商店之预售中心及市区免税商店应于机场或港口出境管制区内设置提货处,并应检负提货处位置图,机场或港口主管机关之核准文件及其影本 5.统一法人自用保税仓库执照及其影本 第十一条,经核准登记支免税商店与其预售中心及其提货处,应由核准登记支海关监管,并发给执照,以平开业 该项执照有效期间三年,得申请延期三年 其满后仍需继续登记为免税商店者,应于其限界满前二个月,简据前条规定之文件申请,由海关重新审核发照 免税商店登记之事项如有变更,除增资外,应于办妥变更登记之一日起十五日内,简送有关证件影本,向监管海关办理换照手续 唯所在地变更,应于变更前先报请监管海关核准 第十二条,经核准设置之免税商店,其职照之何发及遗失不发,依海关征收归费规则,征收归费 第十三条,经核准设置之免税商店,如需停业者,应于一个月前报请监管海关核贝 第三章,管理 第十四条,机场,港口免税商店所雇用之人员进出机场,港口管制区,应遵守有关国际机场,港口安全秩序维护之规定 第十五条,免税商店应指定专人代表免税商店办理有关保税事项,并保经监管海关核贝 第十六条,免税商店符合货占货贵及善战保税仓库物流中心及海关指定业者实施自主管理办法规定者,得向海关申请核准实施自主管理 第十七条,免税商店之保税货物,应存储于专供存储其免税商店销售货之同义法人自用保税仓库,其设立,管理及货物进出应依保税仓库设立及管理办法之规定办理 免税商店之保税货物,如需维修、退货、转售及退运出口等,应移运至其自用保税仓库办理 第十八条,免税商店依本办法自行设计引致之有关凭证报表,各项会计不及,应以电脑处理,并采用续盘存质存货制度,逐日逐笔详细及时建档灯载禁,销获有关资料,以被海关及主管机针机关机查 前向进,销获有关资料,应按月印致,于4月15日前报京坚管海关核备,并得京坚管海关核准,以电子媒体储存 免税商店业者依第九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传输至光港帽单依窗口电脑系统并上线六个月后,得免依前项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免税商店,预售中心,提货处及其自用保税仓库兼货物之遗运,应善据移苍身请书,传输至光港帽单依窗口,精细捅回应记录有暗屏以遗运,并检服装相单,经监市官员核对无额加封或押运 如因天灾,事变,不可抗力或连线中断等事由,致未能连线传输者,应先报请监管海关核准先行移运,并于连线恢复后紧速补传 前项移仓运送应以保税运货工具为之,依海关管理保税运货工具办法规定办理 但免税商店,提货处及其自用保税仓库均设于同一机场,港口管制区内者,不适用之 第二十条,免税商店之保税货物,其存储期限自最初净除其自用保税仓库之日,其算以二年为限,借其人未售出,应退运出口,或自期限借满至一日期三十日内,办理补税销账 但经免税商店监管海关核准者,得延长一年,并以一次为限 第二十一条,免税商店销货时,应要求购货人出示护照,旅行证件或登机,传,证,经和对旅客身份无额后,使得销售 免税商店销货时,应以电脑列印二连售货单详系登记购货人护照或旅行证件号码,飞行行次或轮船行次,出售货物之名称,厂牌,型号,规格,商品编号,数量,单价,所收货币种类,金额及销售日期后,并经购货人签名 但设在国际机场,港口管制区内支免税商店,销货时,其售货单得免填列购货人护照,旅行证件号码,飞行行次或轮船行次,及免经购货人签名 前项出售货物之货物名称,厂牌,型号,规格,商品编号,数量,单价以电脑码标识者,可免填报 第二项售货单,第一连交货货人收职,第二连由免税商店保存被查,并应将相关主笔资料加以封装,与网络及电脑主机设备能量有余预示,及分批传输至关港帽单一窗口电脑系统,并于货货人提货完成时凭关港帽单一窗口回复传输成功讯息使得除账 前项售货单,应向监管海关申请核准以电子媒体储存被查,供监管海关及主管税捐机真机关使用 必要时得调月查核免税商店保存被查之第二连售货单 售货单由免税商店一本条规定,自行设计格式,预报经监管海关及主管机真机关合可后,印之使用 第二十二条,机场、港口免税商店之市区预售中心及市区免税商店出售之货物,需由购货人报运出口者,应按普通货物出口报官手续填送出口报单并检附航空或轮船公司旅客证明文件 第二十三条,免税商店销货所需之赠品,试用品,包装盒,包装纸袋,材料,等非销售货物之通关,禁除,领用急赠送作业,依下列方式办理,使得除账 一,应于禁除报单申报著名非销售货物,并设专账控管专区存储,且外包装上应有明显标示 二,赠品赠与旅客时,应开立售货单并将该赠品资料传输至官港帽单一窗口 其他非销售货物应填据非销售货物申请领用单,并经海关和被支有权领用人员签署后,使得使用 第二十四条,免税商店业务经营情形及账策,库存,监管海关及有关机针机官得随时派员前往查核,必要时并与盘存 第二十五条,免税商店及其存储于自用保税仓库之保税货物,应每年由海关派员会同办理一次年度盘存 其盘存得事先申请海关核准委由会计师办理并签证,海关得派员会同办理 年度盘存支盘存日期据上年度盘存日期,最短不得少于十个月,最长不得超过十四个月 其有特殊情形,事先报经监管海关核准者,得着雨提前或延长 但海关任有必要时,得随时予以盘存 前向盘存,事后发现错误时,得由免税商店在该项货物未动用前向海关申请复查,经海关查明属事者准语更正 但于盘存之一日其二周申请者,不予受理 免税商店应于盘存至一日其两个月内,根据上年度结算报告表 本年度盘存清测、账册、进出口报单、移仓申请书及其他进出仓记录、报废数等以电脑编制结算报告表 将盘存清测及结算报告表以一份纸本两份以电子媒体储存,送交监管海关审核 免税商店年度盘存得申请海关核准实施不停供盘存或非上班时监盘存 其实施方式于免税商店年度盘存作业规定中定定 申请非上班时监盘存者,应依海关征收规费规则征收特别处理费 免税商店年度盘存作业规定,由海关定定之 第26条,免税商店依前条规定办理盘存结果,如实际盘存数量与账面结存数量不符时,依下列规定办理 1. 实际盘存数量少于账面结存数量者,应序明理由,并于接获海关核发支补税通知日起10日内,善据报单补缴进口税费 2. 实际盘存数量多于账面结存数量者,应序明理由 报经监管海关查明原因何时准与更正或依相关规定处理 第27条,免税商店有关之账策及编制之报表,应于年度盘存结案后,保存5年,其有关之凭证保存3年 前项有关之凭证,免税商店得于盘存结案后报经监管海关核准,以微缩影片,磁带或磁碟片等按序涉录后依规定年限保存,其原始单证得予销毁 但监管海关进行查案,需复印单证及有关文件时,免税商店应负责提供,不得拒绝 第28条,免税商店自行停业或经费纸登记者,其保税货物依下列规定办理 1.所有保税货物,应由海关封存货与免税商店连锁于该商店之仓库内,海关应不定期派员巡查,必要时得与保管 2.免税商店应向监管海关洽定或由监管海关竟与定定盘存日期办理结束盘存,如实际盘存数量与账面结存数量不符时,依第26条规定办理 3.经盘存之货物,监管海关应及按结存数量发当客真各项税费 第29条,免税商店保税货物于存储期间,遭受损失或损坏,经海关查证属失者,准用本法第50条及本法施行细则第39条规定办理 3.免税商店保税货物于存储期间,经海关查证业者有非法提运,遗失,遭窃或其他原因致货物短少者,业者应负责补缴短少支进口税费 4.前项因失窃而至短少支货物,经向警察机关报案取得证明,报经监管海关查证属失者,自失窃之一日期三个月内,按货物进口,市同进口,时之价格与税率补税除账 4.失窃货物尚在追查中者,监管海关得依纳税义务人之申请,准其缴纳相当之保证金 其在补税期限借满至一日期三个月内找回者,退还保证金,借其仍未找回者及以保证金抵较税款结案 第四章,罚则 第三十条,免税商店有下列情势之一,海关得一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予以警告并限其改证或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并得连续处罚,连续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证者,得停止六个月以下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 一,卫一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换照者 二,卫一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其献保经海关合备者 三,卫一第十九条规定办理免税商店,预售中心,提货处及其自用保税仓库兼货物质疑运者 四,卫一第十九条第一项,第21条第四项及第23条第二款前段规定传输至观港帽单一窗口者 五,卫一第21条第一项规定确认购货人身份者 六,卫一第25条规定办理盘存者 七,卫一第26条规定办理补税或更正者 八,卫一第27条规定保存账策,报表或提供海关依法查案者 第31条,免税商店有下列情势之一,海关得一本法第91条规定,予以警告并限其改正货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还,并得连续处罚,连续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30日以下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 一,卫一第15条规定指定专人办理有关保税事项并保经海关合备者 二,卫一第21条第二项规定填据售货单办理者 三,卫一第23条规定办理者 第32条,免税商店有下列情势之一,海关得废纸期登记 一,丧失第九条规定免税商店登记之条件者 二,四时上亿停业者 三,财务状况不良,已有不能清偿债务之私使者 第五章,负责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后一年施行 第五章,负责